大家好,我叫高诗涵,目前在台北美国学校担任小学部中文教师。 今天的课程包含以下几个主题。 幼儿学习的心理特征、课室空间安排、教室默契建立技巧、课程设计、教学活动设计、 医化教学活动设计、以及故事教学活动设计。 上完今天的课程,希望各位老师能够了解到幼儿学习语言的心理特征, 以及与幼儿建立良好的默契。 另外,也会了解到如何安排、规划、教室空间,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还有,我们也会探讨如何规划中文课程,以及教学技巧, 以及我们如何将科技以及故事融入在教学活动当中。 现在我们要来看学习风格。 心理学家Gartner提出多元智能理论。 他认为人有八种智能。 语文、空间、肢体动觉、音乐、逻辑数学、人际、内性、自然观察者智能。 因为每个人的智能领域有强有弱,所以就有不同的学习风格。 现在我要来介绍四种智能,以及这四种智能如何带动我们教学活动的设计。 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看语文智能。 语文智能的学习者习惯用聆听和文字来思考。 所以适合的教学活动,包括阅读、对话练习,也可以让学生说故事。 空间智能的学习者,他们喜欢用图像来思考。 所以可以,老师可以让学生看图画书,或是做一些视觉游戏。 比如说玩字卡的游戏,让学生配对图卡拼音,或者是图卡和字。 制作班书,可以让学生用画图的方式来诠释句子。 也就是看图画画,看句子画画,然后搜集成册,就可以制作成一本班书。 彩虹字,可以让学生用色笔来描画每一笔画。 图像字,老师可以把一些中国字变成图像字。 对这种图像思考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他们可以靠这样的方式来记忆汉字。 肢体动绝智能,这类的学习者,喜欢用思考的方式来学习。 所以,老师可以编一些笔顺功夫,笔画功夫, 或者是让学生用不同的身体部位写汉字。 或是让学生操作教具,或是演戏。 最后一个,音乐智能。 有些学生,他们习惯用音乐旋律节奏来思考。 所以,老师可以把一些要教的句型编成歌曲, 让学生唱歌,或者是把这些歌曲串在一起, 变成迷你音乐剧。 语言学家Christian,他提出情义滤网假说。 他认为一个学习者压力大,很焦虑,低动机的话, 当老师输入一些有意义的语言讯息,他会排除掉。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要如何创造一个无压力的环境, 正向回馈的环境给学生。 现在我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口头赞美。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赞美学生。 那当老师赞美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脸部表情,你的手势。 如果,我现在举个例子。 Johnny,你好棒。 老师面无表情的话,学生感受不到你的热忱。 那我换另外一个方式。 Johnny,你好棒。 大家帮Johnny拍拍手。 那就是说,学生可以更感受到你的诚意。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给学生职务头衔。 学生都很喜欢当老师的助手。 所以老师可以安排不同的职务给学生。 比如说,表演高手,功夫高手,或者是写字高手。 这样可以让他们有自信心,提升学习动机。 经理语言学家维高斯基,他提出音价理论。 他认为人的知识水准是有限的,但是如果经过专家、大人或是同才的协助下,是能够提升原有的认知水准,到达潜能发展区。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老师要如何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认知水准。 有两个方式,语言音架以及非语言音架。 语言音架里面,我们先提到重复性的语言刺激。 老师可以不断复述某个句型,或是让幼儿阅读句型重复性高的故事。 那学生在重复性语言刺激之下,是能够提升他们的理解力。 还有另外一个是语言难度的调整。 老师要适时的调整语言难度,来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 这也能够帮助他们到达潜能发展区。 接下来我们看非语言音架。 对于用图像思考或是操作型思考的学生来说, 老师的肢体动作、脸部表情、还有道具, 包括图片或是实物的展示就非常的重要。 老师如果能够善用这些资源的话, 对图像型思考的学生或者是操作型思考的学生来说, 都能够提升他们的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看座位安排。 座位安排会影响班级经营。 班级经营的好坏也会影响到学习成效。 那我会建议老师们用一直性的分组, 也就是把不同特质、性别、语言程度的学生放在同一组, 然后定时或不定时更换座位。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直分组, 例如说学生特质, 我们把不同学生的特质, 比如说有文静的学生或者是有比较活泼的学生放在同一组, 那可以让需要多多关照的学生坐离老师近一点。 还有男女比例, 就尽量在每一组男女比例各半。 还有另外一个是语言能力。 维高斯基说过, 我们把能力强的学生跟能力弱的学生放在同一组的话, 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帮助能力弱的学生提升他们的学习成效, 完成高于他们能力的语言任务。 现在我们来看看教室布置。 这里有一个例子, 我们先从教室的前方来看, 教室的正前方有一个白板, 白板的左侧有教师办公区, 老师坐在这里的话是可以看到整个全班的学习状况。 白板的右侧有明日之星跟班级经营区, 明日之星就是如果老师可以制定一些奖赏规则, 表现良好的学生, 达到老师的期望, 老师可以把学生的照片还有奖状贴在墙上, 会让学生他们很有成就感。 那班级经营区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教室的班规, 小组行为记录表, 个人的奖赏记录表贴在墙面上, 就是随时提醒小朋友他们要遵守班规。 那我们现在来看教室的左侧, 有一区叫做文具用品区, 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就要告诉学生文具用品的摆放处, 还有最好要贴上中文标示, 那就是让学生知道说文具用品要去哪里拿, 还有就是要跟学生传达物归原处的概念。 那文具用品区的旁边有一区叫图书区, 老师可以建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迷你图书馆, 按照教学主题来把图书分类。 那教室的正后方有一个聆听故事区, 那学生就可以坐在这里听故事, 我会建议老师在学生席地而坐的时候, 老师在地上贴座位点, 就是小朋友可以坐在座位点上, 那就是说小朋友在听故事的时候呢, 老师可以比较掌控秩序。 那接下来在教室的右侧, 有声词学习角跟常用语学习角, 我们会在下一节更仔细的解说。 现在我们来看教室的正中央有四组, 老师可以依据教学活动的类型来安排座位, 那现在老师看到的就是四小组,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小组竞赛的时候, 可以按照这样分组, 上面有箭头是要让学生了解到说, 当他们离开座位的时候, 他们要按那个方向, 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这样学生之间才不会挤在一起。 那教室的安排, 教座位的安排, 比如说老师希望学生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来做游戏活动的话, 也可以安排成马蹄形。 在布置教室的时候, 我们也要考虑到书面的语言刺激。 我们首先来看生词墙学习角, 老师可以根据学习主题来更换生词墙的讯息。 最好那个生词墙上面有图片, 有汉字, 有拼音, 对于图像型思考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还有当学生要做, 就是独立完成课堂作业的时候, 也可以告诉学生, 他们可以去找生词墙上面的资讯。 第二个, 常用语学习角。 老师可以把教室常用语贴在学生看得到的地方, 那学期一开始, 当老师在使用常用语的时候, 老师可以手指着常用语, 让他们强化常用语的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教室用品的标示。 刚刚提过, 就是可以在教室用品的区域贴上中文标示。 那当老师给予指令的时候, 那学生就看得到这些中文标示, 也可以强化他们的概念。 最后一个是分组命名。 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海报, 我的这个单元就叫做我的大书包, 我每一组命名都是用文具用品来命名, 比如说第一组就是橡皮擦, 第二组就是铅笔, 第三组是胶水, 第四组是剪刀。 那学生不断的听到看到这些声词的话, 是能够帮助他们习得这些声词。 有一句话说,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学期一开始, 我们就应该让学生熟悉教室常规, 让他们知道老师对他们的期望。 第二个, 老师可以在给家长的信中提到教室常规, 一开学的时候就跟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 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把教室常规贴在学生看得到的地方, 当学生表现良好的时候, 老师就可以立即给予正向回馈。 那如果学生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 那老师也要立即处理, 由学生来指出适当的行为表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建立教室常规。 对幼儿来说, 我们不需要建立太复杂的教室常规, 大概三到五项规则就可以了。 而且尽量简单、清楚、明白。 第三个,要用正面用语, 因为我们要鼓励正向行为, 所以老师要记得不要使用负面的否定的语气。 来举一个例子, 不要乱跑, 这就是否定负面的语气, 我们可以改成注意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控制教室音量。 就是在进行不同的教学活动的时候, 然后老师可以用手势来告诉学生音量的使用。 譬如零, 就是学生要安静地完成课堂的活动。 再来一, 当学生做两人一组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使用的音量。 二, 当学生举手提问或是回答问题, 或者是学生在全班面前表演的话, 可以使用的音量。 在一开学的第一周, 我称为关键周, 我会花一周的时间设计不同的游戏活动, 让学生熟悉, 比如说音量的使用。 老师应该如何跟学生建立默契呢? 我会建议老师可以跟幼童的班级导师讨论。 如果在班级, 导师班级跟中文课使用相同的模式的话, 学生比较不容易搞混。 这边我要给老师们一个例子, 叫做魔法舞。 当老师说魔法舞, 并比出give me five 的手势, 学生就要做出五种正确的行为, 包括做好, 手放好, 耳朵听, 眼睛看, 嘴巴闭。 第二个, 请跟我做。 当学生在做活动的时候, 提高音量, 那我会让学生当模仿猫, 模仿老师的每一个动作, 我会建议老师都从固定的动作开始, 就让学生知道说, 模仿活动开始了。 第三个, 请回答我。 老师可以跟学生之间建立暗语, 暗号。 比如说老师说大眼睛, 学生回答看这里。 第二个, 老师说一二三, 学生回答木头人。 同时他们也要静止不动。 第三个, 当老师发出一些声音, 啦啦啦啦啦, 学生就接着回答啦啦。 第四个, 请跟我唱。 当我们做活动的时候, 活动与活动之间, 有空档的时间, 或者是发学习单的时候, 那我会让学生唱歌, 可以唱他们目前单元教的歌, 也可以。 那这边给老师一个例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老师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的老师在这里。 制定团体制约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执行性, 如果执行不容易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改变方式, 而且团体制约最好是非物质性的, 那接下来给老师看一个例子, 老师看到一张爬格子的海报, 每一组有不同的代表物, 得分的方式呢, 就包括队员回答问题, 或者是他们遵守班规, 你可以看到一轮有八分, 一到八分, 每一组都要到第二轮, 也就是他们得到九分以上, 隔天他们才能够有自由做, 自由选择座位的机会, 那我会把他们一周的表现贴在墙上, 让学生看得到他们每一天是不是有自由做, 老师也可以在星期五的时候, 跟学生讨论他们一周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看个人制约, 在此我提供两种方式, 第一个七彩行为记录表, 就是把学生的行为, 用七种颜色来区分, 那做法就是准备每一个学生的名牌, 把每个学生的名牌, 放在准备学习区, 绿色的那一区, 依照学生的行为表现, 移到不同的区域, 那好处是呢, 当学生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的时候, 老师就可以马上移, 把他的名牌往上移, 学生就可以立即得到正增强, 他们也会比较有成就感, 接下来我们看明日之星, 这边我提到个人制约, 比较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当学生他们表现没有符合老师的期望的时候, 第一次我就是口头提醒, 第二次我会让学生做到反省区, 第三次我可能让学生到办公室反省, 个人奖赏我也是以非物质性为主, 最好的个人奖赏就是口头赞美, 当学生表现行为很好的时候, 立即给予口头赞美,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明日之星, 老师可以想想看, 他们怎么样, 学生怎么样的行为是能够得到印章, 比如说上课回答问题, 遵守班规, 然后他们挤满了印章, 可以得奖状一张, 也可以贴上他们的照片, 然后把这些奖状跟学生的照片贴在墙面上, 学生会觉得很有自信, 也很有成就感, 还有你也可以跟家长联系, 就是赞赏他们小朋友表现良好的行为, 老师可以给幼儿职务头衔, 能够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 增加他们的荣誉感, 教学活动不一定是在教室内, 有时候我们会带学生去图书馆听故事借书, 这时候你可以安排学生当陆队长, 或者是陆队风济长, 那老师就要跟学生讲清楚, 他们的职务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陆队长要随时看看, 全班有没有跟着他, 还有陆队风济长, 要看看有没有人说话, 在排队的时候说话, 他举手告诉老师, 还有在课堂内, 我们也可以安排不一样的工作, 职务头衔, 比如说写字高手, 笔顺功夫高手, 或者是表演高手, 让学生就是展现他们的长才, 教学步调掌控得宜的话, 也能够增加教学成效, 每一堂课开始的时候, 老师可以把教学流程写在白板上, 或是打在PowerPoint上, 一开始就告诉学生, 今天上课的活动流程, 还有当老师在转换活动的时候, 也可以让学生了解到, 下一个活动是什么, 第二个, 进行活动的时候, 可以设定闹铃, 线上闹铃, 所以学生可以知道说, 他们必须在现实时间之内, 完成活动, 第三个, 对于提早完成活动的学生, 一定要给他们新任务, 所以他们才不会很无聊, 新任务包括像是, 他可以去协助其他学生, 或者是到图书去看故事书, 或者是他可以挑战更难的学习单, 第四个, 每一堂课结束之前, 对每一个学生提问, 我会让学生排队, 根据教学上课内容提问, 那如果说学生答不出来, 我会让他排到队伍的最后面, 就是再给他一次机会提问, 我的学生告诉我, 就是他们上课会比较认真, 而且老师也可以比较了解到, 全班学生学习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如何设计中文课程, 总共有四个步骤, 步骤一, 构思主题单元, 步骤二, 设定能力指标, 步骤三, 决定评量方式, 步骤四, 选定教材, 我们先来看看构思主题单元, 根据艾瑞克森, 他所发表的儿童心理发展来说, 四五岁的幼儿, 他们还在了解自我的阶段, 他们喜欢尝试新事物, 也喜欢独当一面的感觉, 所以当老师们在构思主题单元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是围绕在幼童的生活经验, 以我的概念为就是出发点, 另外我们也可以考虑到, 跟其他学科做跨学科的连结, 让学生在不同领域中强化所学的概念, 在选定主题单元之后, 老师可以参考两个方面来设定能力指标, 第一个, 幼儿的生活经验, 我们的能力指标一定要符合幼儿的认知发展,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考虑现有的外语能力指标, 例如AFO, 美国所提出来的能力指标, CEFR是欧洲国家的能力指标, CLB是加拿大的能力指标, 接下来我们来看AFO standard, AFO是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所提出来的, 他认为学习语言跟5C是环环相扣的, 是哪5C呢? communication, 沟通, 语言学习包括听、说、读、写, 四项技能, Culture, 文化, 语言学习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connections, 连结, 语言学习应该要跟其他学科做连结, comparison, 比较, 要让学生比较母语跟目标语, 语言跟文化上面的不同, communities, 社区, 如何在生活、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根据5C以及幼童的生活经验所设定的能力指标, 主题是彩虹水果, 我们可以看到5C, 沟通, 学生能说出常见水果的中文名称, 文化, 学生能不能指出中国新年的时候, 中国人食用的吉祥水果, 连结, 这边提供两个例子, 怎么把这个单元跟体育课跟美术课连结, 体育课, 我们可以让学生分享多吃水果的好处, 另外一个, 跟美术课的连结, 让学生能够辨别水果的颜色, 比较, 学生能不能说出台湾特有的水果, 这些水果是他在他的国家中看不到的, 最后一个, 社区, 学生能不能在校外使用所学的句型, 接下来我们来看评量方式, 不管是自我评量, 或者是教师评量, 我们都要根据先前所设定的能力指标, 所以, 我们在设定自我评量的表格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学生所学的主题, 我们这边以彩虹水果为例, 那我就是根据他们所学的主题, 还有参考5C, 把那个能力指标写得更明确、清楚, 那这个是当我教完一个新的单元的时候, 我会发给学生这张表格, 带着他们做, 那我会先念叙述给学生听, 那通常我都是用母语, 学生的母语, 我念叙述给学生听, 然后我会示范, 比如说我们以沟通能力的第一项, I can choose the right word when my teacher reads aloud the words, 我会发给每位学生字卡, 当我念特定的声词, 看看学生是否能找到正确的字卡, 那比如说五次之后, 可以让学生自己问自己, 他如果五次都对的话, 他可以在右方的那一栏画笑脸, 或者如果他有时候对, 有时候不对, 他就画一个OK脸, 或者是他都不会, 那他就画一个哭脸, 那你也可以看到左方, 就是包括5C的大的概念, 右方就是我刚刚说的, 根据能力指标, 我再写得更清楚, 更简单, 比较符合小朋友的用语,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师评量, 那老师会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评量呢? 我们要怎么开始呢? 我们可以用主题概念网的想法, 我也是以彩虹水果为主题, 各位老师可以看到中间, 主题单元彩虹水果, 由这个主题, 我会发展出六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从上面开始看, 包括台湾特有水果, 吃水果好处多, 水果颜色, 吉利水果, 常见水果, 跟水果的喜好, 有了主题概念网, 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活动式评量, 幼儿他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他们是透过活动或是游戏的方式来学习,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概念, 融入到教师评量当中, 我们也是以彩虹水果为单元, 我们先从台湾特有水果来看, 我们可以让学生接力, 说出台湾特有的水果, 或者是玩老师说, 让他们用不同的动作, 把特有水果表现出来, 玩老师说, 水果喜好, 问卷, 就是让学生用完整的句子, 说出自己对水果的喜好, 与他的朋友分享, 那全班分享完之后呢, 可以让我们可以选出来, 全班最喜欢的水果是哪一种, 最不喜欢的水果是哪一种, 常见水果, 我们可以玩大风吹, 可以让学生配对, 水果的图卡拼音, 或是水果的图卡跟汉字, 吉利水果, 可以玩金头脑的游戏, 就发每, 给每一个学生, 一张字卡, 但是他们不能偷看, 当老师说, 开始, 每个学生要轮流, 念出手中的字卡, 有吉利水果字卡的学生, 他们不仅要说出水果名, 他们还要跳起来转圈圈, 水果颜色, 我们可以玩bingo, 就是让学生, 喂不同的水果, 涂颜色之后, 玩bingo, 最后一个概念, 吃水果好处多, 我们可以让学生听, 爱吃水果的牛这个故事, 学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让他们画出吃水果的好处, 第四个步骤就是选定教材, 在这边提供老师几个选教材的原则, 第一个, 句型重复性高, 就是说在一课里面, 句型是不是用不同的声词带入练习, 那第二个, 句型重现率高, 就是说, 句型在不同的单元中, 是否重复出现, 那有没有在不同的单元里面, 加深, 加广, 也就是螺旋式的课程, 那这样能够提供学生机会来强化所学的句型, 第三个, 句型情境化, 句型是不是以故事, 运文, 歌谣等情境的方式呈现, 这种把句型情境化比较贴近我们真实语言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材来源有很多种, 那我们可以看看网路资源, 网路资源, 网路上有很多认字, 试字, 拼音练习, 声调练习, 还有网路故事, 都是非常好的资源, 再来我们看看多媒体资源, 多媒体资源包括了CD, DVD, 实物投影机, 实物投影机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当老师在示范一些活动, 操作一些活动的时候, 学生可以看得清楚, 或者是当学生在发表表演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的作品呈现在实物投影机, 投影机下, 让全班都看得到, 还有多媒体资源, 也包括相机, 可以把学生的表现照下来, 或是把他们的演戏录下来, 当作日后的教材来使用, 还有另外两个教材来源, 包括迷你中文读本, 以及市售教材, 都在我们的延伸学习里面, 有更详细的资讯, 可以供老师参考, 设计完教学课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规划教学活动, 第一个多元活动, 每一堂课都要包括暖身活动, 准备活动跟综合活动, 还有尽量把听说读写四个技能, 含瓜在一堂课里面, 但是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 还有他们的程度来做调整, 所以对四五岁的幼儿来说, 我会建议听说的活动, 多于读跟写的活动, 第二个, 教学节奏, 幼儿的专注力不长久, 他们对于一个活动的专注力, 大约维持在五到十分钟, 以一堂课三十五分钟为例, 我们大概可以排四种活动, 那活动的模式可以穿插动态, 静态、动态、静态的活动, 或者是静态、动态、静态、动态, 也可以是穿插全班性的活动, 两人一组的活动, 或者是个别完成的活动, 那老师要尽量减少活动跟活动之间的衔接时间, 那比较可以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最后一个强化概念, 复习在语言席的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什么时候很适合复习活动呢? 暖身活动阶段跟综合活动阶段, 暖身活动阶段可以复习前一天所学的, 综合活动阶段可以复习当天所学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听力活动, 在这边我介绍四种活动, 第一个,耳手协调, 老师可以自编声调操, 例如, 依, 以, 以, 当学生熟悉声调操之后, 可以让学生听声调, 比出正确的手势或者动作, 第二个, 口耳相传, 老师帮全班分组, 帮每一个学生编号, 请每一组的一号来到台前, 老师在他们的耳边, 轻声说出声词或者是句子, 老师让这些学生回到座位之后, 再说开始, 一号要传给二号, 二号要传给三号, 依此类推, 最后那位学生他要到台前来告诉老师答案, 然后呢, 如果全班人数是基数, 我们可以选一个学生当作小老师, 由他来传话, 第三个, 顺风耳, 每一个学生手中都有字卡, 当全班唱到特定的字, 有字卡的那个学生就要高举字卡, 跳起来, 接下来我们看Double Bingo, 相信老师对Bingo非常的熟悉, 那我这里提供的是另外一种, 叫做Double Bingo, 每一个学生都有两张Bingo卡, 当老师说特定的声词, 那如果两张Bingo卡上面都有这个声词, 学生就要圈出来, 那就是说老师可以决定连成几条线是Bingo, Bingo喊Bingo的学生, 他要一一说出他圈的声词, 由全班来判断他的对或者是错, 接下来我们看口说活动, 在这里也提供四个活动, 第一个, 大嘴蛙, 老师不出声, 学生看老师的嘴型, 来猜猜看老师说了什么, 因为学生会看老师的嘴型, 模仿老师的嘴型, 有助于他们日后发音, 发出正确的音, 第二个, 手忙脚乱, 可以让学生边念拼音, 边比出声调, 我的小朋友告诉我, 这样的做法可以提醒自己, 发出更准确的声调, 第三个, 搜集签名, 可以让全班学生起立, 老师给予指令, 走一走, 手放好, 老师可以用拍手或者是摇领鼓的方式, 给予指令, 当领鼓声或者是拍手声停止的时候, 学生他要找最靠近他的小朋友, 两个人一组, 面对面, 互相问问题, 问完问题之后, 帮对方签名, 接下来我们来看, 剪刀石头布, 两个人一组, 可以决定, 谁在左边, 谁在右边, 然后两个小朋友剪刀石头布, 赢的人他就可以往前一格, 然后说出那个水果的名称, 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学生就赢了, 如果说有一方学生不知道怎么念出那个声词, 他的同伴可以帮他, 他的朋友如果回答对的话, 他可以往前一格, 接下来是阅读活动, 第一个手眼协调, 老师应该要训练学生边念边纸字的习惯, 让学生了解到中文它是一字一音的系统, 那这种训练需要时间, 刚开始的时候, 老师可以手指Powpoint的字, 或是白板上的字, 学生跟着念, 再来就可以选出一些小老师, 你的小助手, 让他们指着字, 领着全班念, 最后才是让学生各自边指字边念, 那老师就在行间走动, 给予协助, 第二个话中有字, 老师可以把中国字变成有意义的图像, 让就是对于这种图像型思考的学生, 是很好的帮助, 第三种是WordSearch, 我就把学习单发给学生, 老师示范两个例子, 再找两个学生来示范之后, 剩下的字, 让学生, 小朋友自己独立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大风吹, 这里我改变了一下大风吹的游戏, 让它更安全, 每一个学生胸前挂图卡, 或者是拼音卡, 当老师说大风吹, 小朋友说吹什么, 老师说苹果, 有苹果图卡跟苹果拼音卡的学生, 就要站起来交换座位, 那或者是你可以换成图卡跟汉字卡, 如果要让这个活动更有挑战性的话, 可以限现实, 比如说两分钟完成这个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写作活动, 对幼儿来说, 我们先从写字教学开始, 那写字教学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storms, strokes, 笔画, traditional characters with pinyin, 汉字, older,笔顺, radical, 不熟, meaning, 语意, structure, 结构, 首先, 我们来看笔画, 老师可以把笔画编成歌, 这里我是用小蜜蜂的曲调, 电痕书够撇合哪, 中国笔画真好玩, 电痕书够撇合哪, 大家一起学, 还有第二个, 我们也可以挑一些基本的笔画, 编程功夫, 现在我要来示范笔画功夫, 点, 横, 撇, 闹, 竖, 勾, 当老师在做功夫的时候, 要记得你示范是要跟学生反方向,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来找范, 老师可以让学生看不同的字, 找出特定的笔画, 这样可以让他们加强对特有笔画的概念, 再来我们看汉字, 像我们知道像形字是构成其他汉字的基础, 那像形字是介绍汉字很好的一个开始, 我们可以用很有趣的方式来教汉字, 譬如说在教米这个字的时候, 可以让学生就是把米粒贴在汉字上面, 还有譬如说我们在教月亮的月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准备黄色的圆圈贴纸, 让他们把它贴在月这个字上面,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笔顺, 老师可以把笔顺编口诀, 然后设计成一套功夫, 譬如说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先横后直, 当学生对笔顺有了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可以让学生手握彩色笔, 比如说第一笔画就画红色, 第二笔画橙色, 依此类推, 就是用彩虹的颜色来代表每一个笔画, 笔顺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步手, 那步手如果我们教的是像形字的话, 可以让学生配对步手跟汉字, 那第一个汉字回家, 我会跟学生说步手就像是小朋友, 他们要去找妈妈, 所以妈妈就是汉字, 妈妈跟小朋友一定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 所以就是让学生去找哪些步手配哪些汉字, 第二个彩色步手, 我可以让学生用不同的色笔来圈出步手, 加强他们对步手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来看语意, 第一个连连看, 如果老师教的是像形字的话, 我们可以让学生配对像形字跟现代字, 所以老师可以看PowerPoint右边, 有像形字跟现代字的配对连连看的活动,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编故事, 如果我们教的不是像形字的话, 也可以为字编故事, 创造字的图像, 把字的图像跟语意连接在一起,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把爸爸的爸变成图像, 就是爸爸的眼睛, 父把它变成那个爸爸的胡子, 还有哥哥的哥就像两个, 哥哥跟弟弟他们很喜欢比高矮, 就是老师可以为不是像形字的字来创造故事,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字的结构, 虽然我们不要求幼儿把字体写得非常的完整, 但是我们可以教简单的结构, 比如说在PowerPoint里面所举例的左右结构跟上下结构, 可以让学生去拆解字的结构, 那还有如果要用更有趣的方式, 可以把字互背, 然后让学生用可擦拭的笔, 描出字的结构, 一化和字教学, 以下我所列的活动包含了数位和非数位的教学活动, 也就是我整合了传统教学活动, 以及一化汉字教学活动, 那我们先来看汉字由来卡通短片, 我们可以用卡通短片来介绍汉字的由来, 在延伸学习里面, 我提供了相关讯息供老师参考, 第二个用PPT呈现图像字, 老师可以把中国字变成有意义的图像, 例如我们再教奶奶的奶这个字, 奶奶的奶右边像是一个老奶奶, 阻着拐杖, 弯着腰, 所以老师可以找类似的图像, 所以就可以帮助学生来记忆字的形象跟语意, 第三个用PPT的动画效果, 让小朋友猜字, 所以当老师做PPT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字的一个部分遮住, 让小朋友来猜猜看这个字是什么字, 当学生了解到字的形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来练习写字, 那我们可以先从复习笔顺功夫开始, 除了笔顺功夫以外, 我们也可以复习笔画功夫, 再来是教育部笔顺网, 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站, 它可以让学生跟着动画练习笔顺, 那学生可以在空中练习写字, 或者是用身体不同的部位来写字, 或者是他们可以找一个同伴, 在同伴的背上写字, 那由另外一个小朋友来猜猜看, 这个字是什么字, 在教育部笔顺网里面还有一个练习, 小朋友可以轮流排队来练习写笔顺, 那这个网站会告诉小朋友, 他的笔顺是对的还是错的, 最后一个线上汉字拼图, 老师可以把目标字做成汉字拼图, 然后呢, 老师可以决定拼图的骗数, 依照学生的年龄, 还有他的程度来决定拼图的骗数, 为了减低学生的焦虑, 我们可以告诉小朋友, 这个目标字是什么, 让他们先看了之后, 再让他们玩线上拼图, 一化生词教学, 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PPT做生词闪事卡, 除了传统的生词闪事卡, 我们也可以用PPT做生词闪事卡, 加上有趣的图片, 一定能够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第二个, 让小朋友看拼音念, 就是当学生看PPT的时候, 只剩下拼音, 让学生看拼音念出生词, 多次练习之后, 我们可以加强学生认读拼音的能力, 接下来, 让小朋友看图说生词, 在PPT里面, 我们把拼音, 还有汉字的提示拿掉, 小朋友看图直接说生词, 如果学生就是有所迟疑的话, 表示老师要放慢速度, 重新强化这些生词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来看PPT游戏, 转盘游戏, 学生可以轮流转转盘, 当指针转到哪一个水果, 学生就要说出那个水果的名称, 下方有一个spin, 表示学生要按那个spin, 转, 可以转这个转盘, 接下来, 我们看, 把生词以图示方式放入句中, 我们不光教单个生词, 我们也要教把生词放在有意义的句型当中,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例子, 我喜欢吃, 我就放一个西瓜的图示, 让学生要练习说这个句子, 或者是更有趣的方式, 我是把图示遮住某一个部分, 让学生看图示的某一个角落, 来猜猜看这是什么生词, 接下来, 我们看, 另外一个PPT游戏, password, 我们可以挑一个学生, 他面对全班, 其他学生要做动作, 让学生, 这个学生猜是哪个生词, 或是哪个句子, 那在这边如果是句子的话, 我会让学生把这个句子等于是猜解, 比如说我会先指我这个字, 让学生来比我就好, 再来是喜欢, 再来是吃, 再来是草莓, 所以让猜的这个学生不会非常的混乱, 接下来我们看PPT游戏, what is missing, 在头影片第一章的时候, 我可以列出所有目标生词, 给学生十秒钟时间看, 然后呢到了第二章, 可以问学生, 什么动物不见了, 学生可以回答, 小狗不见了, 一化情境教学, 以下所列的教学活动, 都是有顺序性的, 我希望学生在深入了解, 句型跟对话之后, 再让他们表演迷你剧, 所以我把学生表演迷你剧放到后面, 第一个, 以动画呈现情境, 在这边提供老师一个很好的动画, 一个网站, 叫做GoAnimate, 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站, 老师可以利用这个网站来制作动画, 那我会用动画来呈现句子, 或者是对话, 在教新的单元的时候, 我会让学生看两次, 第一次学生看的时候呢, 我会看完之后, 我会问他们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学生可以用目标语, 或者是用他们的母语来回答, 第二次当学生看的时候, 我会停下来澄清他们的疑惑, 然后看完之后, 也会再问学生他们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那老师就可以根据他们学生的先辈知识来调整课程, 第二个, 请学生表演情境, 当学生看完动画之后, 我会希望学生把动画表演出来, 那老师该怎么帮助学生呢, 我可以在白板, 或者是PowerPoint上面, 列出关键词, 或是关键句子, 当学生在表演的时候, 老师可以手指关键词, 或是关键句子, 那学生比较能够提高他们的理解力, 接下来请学生为情境插图配画, 老师可以用PPT来制作情境插图, 然后问学生情境插图中的主角说些什么话, 接下来我们也要提供学生使用语言的机会, 所以表演演戏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把学生的表演录下来, 当做日后就是说可以作为教材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可以播放有学生参与的影片, 然后给学生看, 然后根据这个影片来提问, 故事教学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与生活经验相结合, 当小朋友在学习母语的时候, 他们会听大量的故事, 母语的故事跟外语故事结构类似, 所以小朋友接受度高, 另外,故事都是以小朋友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 所以自然能够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第二个,真实生活中的语言, 故事里面都是用真实生活中的语言, 也就是母语人士在生活中使用的语言, 这种是很有意义的语言输入, 第三个,故事句子重复性高, 故事中常常具有重复性很高的句子, 所以当学生不断的聆听, 不断的阅读过程中, 他们接收重复性的语言刺激, 是能够提升他们的理解能力的, 故事教学小叮咛, 在这边要提供三个小叮咛, 第一个,大声的朗读故事, 当老师大声的朗读故事的时候, 要注意配上明确的嘴型跟你的手势, 因为小朋友会模仿老师的嘴型来发音, 所以老师发出正确的嘴型就非常的重要, 那老师可以朗读两次故事, 第二次可以让学生更熟悉故事的声词以及句型, 也可以邀请学生猜猜看故事的情节, 提高他们的参与度, 第二个,设计多元的活动, 刚刚提过学生的专注力不久, 所以我们应该要设计多元不同种类的活动, 让学生来参与, 在下一节的时候, 我会详细的来介绍, 怎么样设计教学活动, 第三个,让学生重述故事, 我们要提供学生使用语言的机会, 所以除了让学生听故事以外, 我们也要让学生使用语言, 让他们重述故事, 当学生重述故事的时候, 他们可以自己做道具, 像是头套, 或者是手指偶, 现在我身上所穿的是故事围裙, 老师可以把你要做的图片, 互背之后, 加上魔鬼毡, 就可以把这些图片, 放在故事围裙上面, 所以当你在说故事的时候, 就会有教具, 现在呢, 我要说的故事是, 好饿的毛毛虫, 在这一节里面, 我是要让老师知道, 说故事的技巧, 那现在我就做一个示范, 我的故事是, 好饿的毛毛虫, 一颗蛋, 一颗蛋, 躺在, 躺在, 叶子上, 躺在叶子上, 星期日, 砰的一声, 毛毛虫, 一只毛毛虫, 跑出来了, 毛毛虫的, 肚子, 肚子, 很饿, 咕咕咕咕, 很饿, 他, 想要, 吃东西, 星期一, 毛毛虫, 吃了, 一个, 这是什么, 苹果, 毛毛虫, 吃了一个, 苹果, 小朋友, 毛毛虫, 星期一, 吃了什么, 对, 一个苹果, 可是, 毛毛虫的肚子, 还是好饿, 好饿, 咕咕咕咕咕, 好饿, 吃了, 星期二, 毛毛虫, 吃了, 两个, 两个, 离子 一个 两个 星期二 毛毛虫吃了 两个离子 可是 他的肚子 还是好饿 好饿 好饿 小朋友 星期二 毛毛虫吃了什么 对 两个离子 你还记得 星期一 毛毛虫 星期一 毛毛虫吃了什么 一个 苹果 对 星期三 毛毛虫 吃了 三个 三个 李子 李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可是 毛毛虫的肚子 还是很饿 咕咕咕 很饿 很饿 小朋友 毛毛虫 星期三 吃了什么 三个 李子 那你还记得 星期一 星期一 毛毛虫吃了什么 一个 苹果 很好 那星期二 毛毛虫吃了什么 两个 李子 很好 我刚刚示范了一个故事教学的技巧 就是你要跟第一个 你要跟学生的眼神有所交流 你也 还有善用你的肢体动作 最后一个 善用你的道具 故事教学 省思 第一点 挖掘先辈知识 在老师说故事以前 我们要先了解 学生具备了哪些先辈知识 例如 声词 或者是句型 像刚刚我们可以 抛问题 以 好饿的毛毛虫 故事为例 我们可以问学生 毛毛虫 吃了哪些食物 毛毛虫 吃了哪些水果 那 引出 学生的关键词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 学生已经会哪些词 或哪些句型 我们就可以 依照学生的先辈知识 来调整 教学内容 跟教学进度 如果 学生已经 很熟悉 某些声词 或者是句型 我们就不需要花 花太多时间 练习那个部分 那如果说 学生 比较不熟悉的声词 我们就要花 比较多的时间 利用不同的活动 让他们熟悉这些声词 那 我们先了解 学生的先辈知识 来调整 课程进度跟内容 这种是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 课程设计 第二个 调整语言难度 刚刚我们说过 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但是 它用到很多真实语言的部分 也就是母语人士 在生活中会使用的语言 但是这些语言 未必符合学生的能力 认知发展 所以老师可以适时的调整 语言难度来符合他们的认知 还有能力 那老师也不必要求学生 故事中的每一个生词都要会 比如说我刚刚的好饿的毛毛虫 一开始说月光下 月光下 也许我们不需要让学生一定要会这些生词 那就是说我们要看学生的年纪 还有他们的程度来调整语言难度 种植多余量的教学比较重要 第三个 我们要善用图和食物 像我刚刚所穿的故事围裙 还有使用的这些图片 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觉刺激 那还有我刚刚举的一个活动 叫做惊喜箱 老师可以把真实的物体放在袋子当中 让学生去触摸那些真实的物体 练习 怎么说这些食物的名称 第四个 善用肢体语言 因为有一些 就是生词 是可以用动作来表示的 也许图是未必那么清楚 但是用动作肢体语言来说 反而能够让学生更了解到 就是说老师所要表达的意思 提升他们的理解力 那希望各位老师都能够 把每一堂课设计得非常精彩万分 就会用动作肢体语言 就会用动作肢体语言